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呢我就没把这个枪型来做一个搭载 本身呢这款产品的一个设计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载具方面呢算是中规中矩 轮胎方面呢滚动性也还算是一般 车头的部分呢是有这种亮银色的一个分色 整个的设计元素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就不废话一起来开始它的变形 这一次的配件包呢我是安装了一半 有一半没有安装 所以说这一次的配件包我认为比较优秀的点 就是可以参与一体变形 而且呢整个的设计思路呢比较有意思 在美形度方面呢也是提升了不少 可以看到在说话期间呢 这个腿型呢其实已经是找出来的 把这个倒钩卡扣找准 脚尖的部分挪动到正确位置点 包括这一侧也是一样 找准该挪动的一个正确位置点调整好 整个的背包部分 抬起手臂的位置 两侧顺着这个末盘关节 往外进行一个解锁 可以看到这个配件包呢其实是已经是安装在这儿了 而且呢是个设计原理来说非常的得劲也挺好玩的 一会儿边给大家做展示边看吧 然后这一片整个车头旋转一下 人形的头雕部分转过来 整个这一片往里进行一个折动 抹盘关节顺着卡住手臂 调整相应的位置点 手部内侧卡扣解锁开 这一片也是卡住抹盘关节 可以看到这一次安装配件包之后呢 这一片顺着滑到关节 往里滑动 并且顺着卡扣的位置点进行一个按压 手部内侧呢就被它填平了 这个设计真的是绝绝子啊 很好玩还我玩 然后把背包部分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胯部的一个关节进行一个旋转调整过后 那这一款86的大汉呢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玩呢 那我来说一说这一次的配件包安装情况 首先呢我们先翻制到腿部内侧 做一个横向对比 在大腿的部分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填堵件 整个这个位置呢不再偷胶了 包括腿部内侧的这个圆弧的地方 也是做了一个填补件 这两个地方呢处理的是非常得当的 那这一侧呢我并没有安装 也是横向的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手臂部分呢更挤压直白简单 把手臂呢旋转到另一面 大家可以看到空洞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呢再就是手臂内侧的这个盖板 它并没有一些填堵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安装 那其他配件包呢我们边说边把它填补上去 非常舒服的一个安装手法 把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贴合 进行适当的按压 可以看到腿部呢就完全的贴合 色差方面呢我个人认为控制的比较不错 比较灵魂的盖板部分 那这一次郭总的这个设计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他把这个盖板呢合理的运用 把整体的产品呢 又提升了另一个好玩的一个玩点方面 把这一片给它正常的按压上去 它是有一个滑道卡扣的 大家可以看得下对焦 然后在车型的情况下呢 给它提升到外侧 在人形的时候呢 顺着根部的关节 给它进行按压就OK 这样呢把手臂的这个脱胶部分 给它补的完美 然后手肘的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贴合 适当的进行一个按压 还有一个非常灵魂的地方 就是当部的这个位置 按照这一的造型 顺着这一片进行一个贴合 适当的进行一个按压 那这款大汉的小锅工作台配件包 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这一次的配件包呢 还有一个啊 其实是大汉和微震天 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炮的一个搭载 是卡在这儿做一个大炮的搭载 但是呢我手上没有微震天的这个大炮 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了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 八六大汉的一个基本的配置 首先呢头雕 我觉得非常这一罐啊 面雕呢也很古早 整个的头雕的配色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面雕的这种水蓝色涂装也很不错 整个胸口部分 包括其实人标志和后面的这种 黄色的光泽感 做的是非常非常拟生 手臂的这个末盘关节 神来之匹 卡住的也很舒服 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肘的一个曲肘呢 做的角度也是很大 本来比较有缺陷的空洞位置呢 也是被这一次的配件包给填补上 腰部呢这个地方有旋转 腿部呢前踢紧实度 包括后踢适当的避让 然后侧踢有一定的活动角度 腿部的这个偷胶呢 这一次也被郭总填补上 包括呢曲腿的部分 整个的这个关节的紧实度 整个接地性来说 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这个小裆部呢 也是处理的非常到位 所以说这款配件包 真的算是一个良药级别的配件包 把玩起来也是提升了 这款86大汉的整体玩法 我觉得非常非常推荐 趁着这个简短时间 把李神的这款SS86大汉和郭总的配件包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